來看一下,萬一你的題目是要複雜一點點 比如說這個參加人的姓名 然後呢,性別 可是這裡有一個,你是不是會員不一樣 如果是會員,可能要填的資料比較多 不是會員,可能填的資料比較少 這個時候,如果我填的是會員 按繼續 就會有會員編碳跟姓名 有沒有,可是如果你選擇的是這個非會員,我按繼續 有沒有發現內容不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不同題目的時候,你可以有流程上的區別 我們在這裡的話,如果你是回到我們Google表單這邊來 假設我們回到剛剛那一個 回到這邊 現在呢 這裡是這樣子 那假設男女 我從這邊新增項目的時候,上面這些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下面還有兩個 一個叫做什麼 分業符號 一個叫區站標題 區站標題一般都是用叫什麼 比如說我做單體是同一組 所以我就把它框起來,那表示這個是同一組的問題 問題組就對了 你回來了就 那分業就好像我們 第二頁第三頁 的那個 問卷調查 可是我們大部分就是用分業的方式來產生什麼 不同的方向 比如說你今天填 男生 然後呢 我就請你 到另外 另外第二頁 再填其 其他的問題 如果你填是女生 你可能就到第三頁 繼續填問題 但你應該了解那個概念 跟程式設計有點像 所以你看我先增加進來 增加 分業符號 好 那增加呢 這個網路的標題 比如說男生填的 好 完成 好 有沒有 這有第二頁對不對 好 再增加一個女生填的 完成 好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你看我來編輯它 按它 編輯 今天如果你是填男生 你看這裡有沒有多一個 叫做 一檔案 移到對應頁面 所以你把它勾起來 所以如果你填的是女生 我們就到 第三頁 如果你填的是男生 就到這一頁 這樣要幹嘛 這樣會了嗎 所以知道 所以當然他沒有辦法做 那種比較 就是很專業的研究式的 那種所謂的問卷調查 可是 你要做這種比較簡單式的 其實他現在 都是做得到的 比較專業式的可能有一些網站他會做得更好 但是 大部分那個都是付費的 好所以你看 我這樣好了之後 如果把這邊 再重新 這個我回上一頁 重新 整理一下 你會發現他下面就不是提交 而是繼續有沒有 繼續 下面這邊就會有 其他的 這樣大家了解 因為我現在下面沒填了 所以他會卡在這一頁 然後把他還給各位 所以他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應用 當然 你也可以去網路上找找關鍵字 就是所謂的 線上表單 Google線上表單 有些人也有做一些教學 不過 新版的教學比較少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那些分頁 都是後來就增加的功能 所以你在網路上比較常看 他都是比較做像我們 第一次做的那種很簡單的 單選題 複選題 或者是一些 文字欄會填寫的 謝謝